有警示的故事,这里是北方警示,各位好,我是宇斌 不久前,辅州市崇仁县交警大队的民警们正在路口设卡检查时 一辆可疑的小轿车突然急速掉头 一名交警被人从行驶的车上重重地推了下来 特警们也纷纷在现场实施抓捕 那么,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是辅州市崇仁县的一处视频拍下的画面 在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,不远处的路口,警方正在设卡进行检查 只见一辆银灰色轿车减缩慢行后突然掉头 这时,已经有一位民警上前,似乎是要想对这辆车进行检查 我跟一个同事就到这个位置,查另外一辆车 这辆车感觉就是看到我们在查车 就是据我四到五米左右,他就立马掉头 掉头,当时就一辆面包车卡着他,他也一下就停顿了一下 当时这辆银灰色轿车的速度并不快 执行民警示意驾驶人停车无效后 民警胡国欣快步上前,将副驾驶座位一侧的车门打开 并迅速进入了车内 短短的几秒钟,他就从行驶的车上掉了下来 当时我们命令他起火停车,接受检查,他就拒绝配合 胡国欣说,当时在这辆银灰色轿车上,包括驾驶员在内一共有两人 他被人从车上推下来之后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脚部和手臂受伤,颈不被鲜血染红 当时还不觉得,反正就是左脚吧 左脚这个位置叫锁骨还是这样的 还有感觉身上不成肌肉受伤之类的 反正还有擦破屁